話說在桃園酒市,陳寬英終於將那壺酒揭開,當時有一陣煙霞升起上來,接著就是一股酒味撲鼻而來,前面說過了,這個釀酒老闆品酒一流的,這股酒味一碰鼻那樹,他立刻可以斷定這壺是假的陳泰吉米酒。 接著,陳寬英捧起酒壺,親自動手和自己倒杯酒,亦為陳如川倒杯,陳如川受寵若驚,老爺,你不要這樣,晚輩受不起,如川受不起的。 陳寬英用手指指著自己的嘴唇,暗示陳如川不要再說下去。 陳如川躲著才發現老爺還未舉杯,自己是晚輩,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陳寬英舉起杯酒之後,就對陳如川說了,如川啊,喝吧,為何不喝啊? 陳如川串呢,他舉起杯酒,就說,嗯嗯,嗯嗯,謝謝老爺,嗯嗯,謝謝老爺。 他一邊說,一邊就將自己杯酒碰著陳如川的杯腳那裡,有一邊說著多謝老爺,一邊再喝酒。 陈宽英呢 他先用条例 对着那些酒舔一舔 当时觉得 那种酒 无论香味纯度 跟自己的陈泰吉米酒 比起来就没得废了 再喝少许乐肚 哎呀 味道既不润口 亦不顺候 一杯到肚之后 就更加不知道那种酒 夹杂着什么味道 令到人都不舒服 而说到陈渔川就更加了 他咳一声喝了几口 哎呀 咳咳咳咳咳 咳咳得不得了 安静了之后 陈渔川才发现 陈老板今天品酒的神态 跟往事不同到 这个时候 亦引起陈渔川的警告 陈宽英和陈渔川 把碟小炒吃完了 埋单准备走人 而这个时候 出现了个很特别的动作 当陈渔川一站起身 挡住了那个碟小炒 看过来的视线的时候 陈宽英就静悄悄 将果胡正说 未曾饮完的酒 神不知 鬼不觉 将他 收在衣服的女帝 就这样 两个人 就离开了桃园走市 木艇 乘风破浪 又突洗 前进 直阳西下 江水崩流 两岸一片直静 这个时候 防射都升起了 渺渺的炊烟 现在再说 陈渔岳和昆伯所坐的两只木艇 差不多是同时 回到石湾 在石湾码头 陈渔岳和昆伯 分别打听过之后 就得知 陈宽英和陈渔川 还未曾回到码头 大家就坐在岸边等候 石湾到头 有一座走市 叫江湾走市 店主和店小乙 就很熟陈泰吉酒庄的人 对于陈宽英 陈渔岳 昆伯 就更加是不在话下 走市的店主和店小乙 发现陈渔岳和昆伯 以及两个船夫 坐在岸边 多次出来 请他们进去店铺坐 就算等人 都坐在店铺里头 陈渔岳他们 说了几声多谢 并没有进去走市 陈渔岳 他望着晚空夜河 这时候 他很担心 他父亲的安危 而昆伯 想着自己的主人 就更加是坐立不安 满怀忧虑 那终于 陈宽英和陈渔岳的木艇 就更加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 但是此时此刻 也都从走市走到出来 欢呼着陈老板的回来 陈宽英上了岸之后 他先和渔岳昆伯 他们好风趣地谈了几句 然后就跟走市的店主小乙 道别 带着陈渔岳 陈渔川 坤白 和两个船夫 回家 陈老板一行回到家的时候 田姑早就煮好饭菜 等着老爷他们回来 晚饭之间 大家唱谈当日的所见所闻 有讲有笑 议论纷纷 也都回味着各小酒市的情况 同时也谈到每个小酒市的卖酒情况 这一刻陈宽英已经获释 不少酒市 还不知道有陈泰吉酒庄 也不知道有陈泰吉米酒这只酒的 而有些酒市 虽然知道 但是小本经营 不够银两周转 阻碍了入货和出货 吃饱晚饭 大家都走了 陈宽英 才静悄悄把那一壶 在桃园酒市拿回来的酒 就放在家里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头 自始至终 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一声 几日之后的一个下午 当时陈宽英、陈如岳坤白 是在帐房里头 谈论佛山各大桥梁附近的酒市的卖酒情况 至此时周大夫趾急走到来 一见面周大夫立即说 陈老板 陈老板 你们都在这儿吗 余岳 那天你叫我请那个病人去鹤园街古玩店打听当日出卖那对刑联的事 现在有了眉目了 哇 好惹 那陈如岳认了一声之后 就好心急地就问周大夫 周大夫 那究竟是谁啊 周大夫就说了 那间古玩店的老板说 说是一老一小 说那两个人的姓名就不知道 这就听说 说稍微老一点的那个 那个的秀号叫做油渣蟹 油渣蟹啊 那坤白 他好惊讶地 立刻冲出来问了 那个人 那他 他究竟还是不是有个秀号叫做老夫蟹的呢 咦 坤白你 那陈欢英陈如岳周春林都惊奇得不得了 他们一齐就问坤白了 你 你认识这个人的吗 坤白就说了 啊 是这样的 前几天 我在米艇头那间酒市呢 就听见个酒友话 说当年杀害我老婆那个兇手呢 就是他 就是一个叫做老夫蟹的人 那陈欢英同陈如岳 就逼不及待 你一言我一语 就问周大夫 究竟那个油渣蟹的真实姓名叫什么 而那个油渣蟹 又是不是老夫蟹 究竟又住在哪里 周大夫就说 哎呀 那这一切 我都问过古碗店的老板 知他亦一无所知 那个老板说 说由于当日 没有想到那对木黑凝乱是偷离的 所以都没有特别留意他们的容貌 坤白这一阵就很不睡了 他说 我估计呀 直觉来 那个老虎蟹就是油渣蟹 这些小伙子 作恶多端 现在人海茫茫 要找他 都好像大海闹针 怎么样才能作得到油渣蟹呢 陈欢英就说了 哎呀 据我派出去的人了解到 那个油渣蟹 就是当年 陶燕走家的纵火者 而他那几个流罗 我是曾经接触过的 之后来 我再想找他们 就找不到了 而油渣蟹所霸佔 那间获尔大屋 一早就卖了给人 哎呀 不敢了 我们去找古碗店的老板打听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 周春林突然说 哎呀呀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那那个古碗店的老板说 油渣蟹这个花名 他呢 是从一个武林中人那里打听回来的 那陈欢英一听见周大夫这么说 他都当堂叫好 嗯 好 哇 是这样就有希望了 这几年来 我们都曾经多次 跟鸿胜武馆的忌激高手 有所联系 请他们打探陈俠的下落 尽管到现在毫无线索 但是 我们可以请他们 同时打探油渣蟹 或者是老虎蟹的下落 那大家一听陈欢英的这番话 都觉得好有道理 心里头当时 又亮出了几度楚光 陈如岳心想了 啊 这段日子呀 享誉佛山的黄其英黄飞鸿父子 都在广州新会卖艺 不如 请他们帮忙寻找元凶 那不是更加妙 那说到来这处 陈欢英他们就先放下不讲字 现在讲下 监于佛山文人默刻如云 书院和社学 又是星罗其报 那需要的文房四保 就很多的 亚文堂的老板 头脑精明 他体准了佛山学业 兴旺 文风浓烈 他一方面 大力发展文房四保的生意 而另一方面 就拓展了一项新的经营项目 也就是 接线 本来 一直以来 线业在佛山 很兴盛的 特别是苏线 以经营 苏州制造的 名贵杖牙线骨 和黑七竹骨 眷边白纸线 原色竹骨白纸线的店铺 不少 并且 先后 在朝观里 和祖廟大街 设有苏线会馆 那名 叫做和风堂 那尽管是这样 亚文堂的老板 读书一次 他所经营的线业 与众不同 在线业当中 都读领封苏 接线的起源 各有说法 北宋国药区 在图画建文字里头 是这样说的 说 接线 是高礼士者 当礼物送来之后 就有了接线 其实 接线 在南齐已经有了 南齐书是这样说的 说 柱渊以腰线杖木 此接线 初为奴役所用 每逢主人使唤 速将 线纸接笼 插在腰间 故此 又称作 腰线 而北宋时期 高礼的接线传入 就好受一些 达官贵人 和文人雅士的欣赏 后礼 更逐渐 取代了 古时候的 御线圆线 而手艺 就日吹精 口线骨多样 有竹木的 也有橡牙的 代母的 檀香的 紫檀的 鸡翅的 陶丝 珊瑚 檳狼 水磨足 等等 都有 那天 雅文堂的掌柜 就从店铺的仓库仔里头 拿来了一个 紫檀木的接线盒 接着 他就走到柜台 打开柜门 拿出一把接线 从前前后后 仔细欣赏了一轮 很小心地 将那把接线 打算放到紫檀盒里头 配套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走气 撲鼻而来 一只手伸过来 拾一下 就将掌柜 拿着接线 抢了过去 这一刻 吓得掌柜 看得不得了 他摁高头一望 原来 抢他接线的 是醉许先 前面说过 醉许先 无酒不欢 时时都喝到 琵琶大醉 这阵 醉许先 又是多喝了几杯 在醉意当中 闯入了雅文堂 这把接线 拔财买定 买定 多少钱 开过加厉 开过加厉 那掌柜 被醉许先 失惊无神 吓了一跳 很不高兴的 现在见到他这样 说起话来 有点尖酸刻薄 就是 孙先生 又是喝醉酒 闯店 先生 你都没看过 这把接线的线面 你就这样 抢了老夫 还要老夫开架 有没有搞错 张贵先生 人兄 你又不是那么小器 正如你 你打开把接线 在这儿 印上的时候 筆财已经看到了 可以跟你打到 线面 两边 加一加 就是写了一篇 书法佳作 题目叫做 走与翠翼 打到 看过是否 对许先一边说 有一边 将接线打开 的而且确 线面上 竟然写着 好美的小佳字 题目的而且确 是 走与翠翼 看看 不彩 一眼关七 没错了吧 没错了吧 先生 你呢 的而且确 没有看错 这把接线 是非卖品 来的 我情 你摆得在店铺当中的东西 就是货了 行得进来店铺里头 就是客了 现在你间店怎么办的 摆着货 不买 是不是狗眼看人低 看见我 醉许先 醉嘴地 那怎么大 欺客了 醉许先 这样一说 掌柜 也不知道 怎么解释好 唯有就说 哎呀呀呀呀 怕你怕你 对不起 对不起你了 醉许先先生 这样的 这把接线 是本店老板的私人珍藏礼 是特地的 不是拿出来买 不是拿出来买的 既然 既然 是这样 人兄你正说 你为什么 将那把接线 拿来店铺里头 为什么拿来店铺里头 唉 什么讲极 你都不明白 老夫是将这把接线 拿来店铺 是配上个子坛 现在你明白吗 哈哈哈哈 闲话又提言归正传 这把接线 我不理你 说什么不才 买定 买定 最许先讲完之后 他就拿出一个五两个银顶 放在掌柜的面前 这阵 很多顾客 已经走近 醉许先的周围 在那里看热闹的 前面说过 醉许先 好喜欢唱曲 尤其喜欢演广府大戏 就是说 这个人 表演欲很强 这阵 有人为观 醉许先 来了兴致 于是 就养起接线 行起台步 做起云首 还混足丹田气 就唱起起泥 最许先的一曲 广府大戏 西商记的 长庭送别 唱到声情并谋 引来了近百个顾客 和路人围观 都听到如痴如在 围观者 越来越多 大清律例 还未准唱大戏 那里面说 掌柜怕店铺出事 于是 声师力竭地 喝起上来 迷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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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许先 让你当我求你了 好不 你守声啊 谁知最许先 越唱越兴奋 他不但没有停下来 商访还唱得大声一些 那这阵 店铺内外 顾客和路人 已经是恋到 女三层 外三层 个个都抢住 要看醉 他先 手用接线 唱大戏 正在这个时候 雅文堂的老板 从街外面 走近回来 这个老板 叫古新明 因为 他隔远 看见自己的店铺 哇 里里外外 人潮如海 吓得他都不得了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他淋淋声 捐入人群 捐到前面 望望 嗯 发现最许先手里头 所谓的那把接线 正是自己吩咐掌柜 去配子坛木盒的接线 而且最许先躲 走后失态 一边养住接线 一边唱广府大戏 古老板 他本来 想说立即闯入店铺 扎令最许先 立即停止唱戏 并且命令对方 马上将手里头的接线 交回来 这些古新铭在南深一层 就觉得这样的处置 不妥当 这样一来 会令到最许先好没面 说不是 彼此之间 伤了和气都似似的 但是这样呢 朝廷禁止演唱广府大戏的命令 还未曾解除 这阵最许先 光天化日之下 在店铺内外 最终唱起 一旦被巡捕看到 有人去告发了 拉人兼风屋都似一似的 怎么办呢 说到那个古老板 都算是一个聪明多智的人 只见他眉头一皱 继上心头 急急就冲到最许先的身边 就说了 嘿呀呀呀 最许先先生 最许先先生 有礼有礼 可以说到有话 有鹏子远方来 又不亦落伏 喂 有老友找你 快点去那边 你老友等着你 等着你 古老板说着 不管最许先同不同意 伸出手 拉住最许先 就走出店铺的大门 请请请请 请请请 最许先 转头一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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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 最许先 见拉他走的人 是古老板 他就说了 呃 呃 古老板 呃 有凭自 呃 远方来 呃 究竟 呃 不才 唱 紧气的时候 要找不才的 是 呃 何 何 人 也呢 各位 其实这下 是古老板的一条计例 古老板 怎样去应付罪 他先 又之后是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拜拜